You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怪物彈珠 time, strike shut! 今天要來挑戰 如紅蓮般燃燒的 望職之二,阿修羅新的火超絕 那在這個超絕當中呢 有幾隻非常MVP的角色 那當然就是 水屬性的殺手上山天性 那他是水屬性殺手 再加上裡面有非常需要的一個 反傷害壁的特性 那再來呢就是 關羽,關羽他也是反傷害壁 水屬性 然後再來他也有機械殺手 因為在這個關卡當中呢 王是屬於火屬性的機械種族 那機械種族的話 又還有另外一個是水屬性的沖田總司 他擁有這個機械殺手L的被動特性 所以這幾隻角色都是非常推薦能夠帶的喔 再來這個關卡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 如果可以在進王關之前 將彈珠的位置先移動到較好的位置 就可以避開較多的傷害 那這樣子呢就可以 比較順利、比較輕易的通關 好那一開始呢 我們就要先將下面的這兩隻小怪給解決掉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左上角跟右上角的這個阿士尼呢 他有這個9回合以及10回合CD 所以在這個回合內一定要把他解決掉 不然這一關就會失敗囉 好那這邊就是先將下方的兩隻小怪先解決掉 那一開始這邊呢 就是當然就是先利用這個友情技 來做傷害輸出 好那沒有問題 那現在呢就可以 開始把這個 彈珠往上面移動 待會可以去對阿士尼做傷害輸出 那中間這兩隻怪接下來會下來到 下方 好 阿 那這邊再為了丹比爾一個好處呢 是因為他有這個 反重加反傷的特性 好那這邊基本上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看來可以看到這兩隻阿士尼都還有分別有 4回合跟5回合的CD 那基本上這個傷害應該是非常充足的 好 那這邊呢帶露西法還有一個好處是因為 呃 王其實他 王有一個技能他是會 緩速造成傷害並且緩速彈珠 那 露西法呢只要 因為他有本身自帶護照 那他這個護照呢 避免掉這個傷害之後呢 他其實就不會受到這個緩速的影響 所以露西法其實也是可以參考的一個角色 好這樣就順利進到下一個關卡了 好那在這張地圖呢 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將這4個火屬性的輕軌給解決掉 因為他們會 呃 像 對中間發射這個擴散彈 那這個傷害是非常的痛 那這邊輕軌跟旁邊的牆壁之間呢 是有機會可以進行卡墊的 對所以都可以其實都可以 呃蠻快速的就把這個輕軌給解決掉 好那這樣三個回合就解決掉三隻輕軌 嗯 好現在這個比較麻煩的是 呃這隻輕軌要想辦法把它解決掉 其實也可以不 也可以不用把它解決掉 因為 他接下來會 接下來你就變成是 你要再想辦法 在他的CV回合到之前 把這個 王給打死 再不然就是要把這個小怪給解決掉 好這邊看起來我應該是要趕快 解決掉 這個王 好開五回合 那剛好這邊呢 上面有一顆愛心 待會可以再吃掉愛心 好那最後呢 呃我就 利用一顆星反彈去吃掉 右邊的那顆愛心 然後再去把王給解決掉 因為他所剩的血量不多 靠有奇蹟應該就可以把他解決掉 喔喔喔 出完了 結果沒有吃到愛心 哇好痛 那這邊呢 就必須一定要直接把王給解決掉 比較麻煩 好那在下一個 下一個關卡呢 呃因為是 比較簡單的小怪關卡 所以 對於血量就比較 沒有那麼的擔心 那 這個小怪跟小怪之間呢 也是可以進行卡點的 那這邊也是一樣的 呃先把這個阿士尼給解決掉會比較好 呃先把這個阿士尼給解決掉會比較好 然後左下 左上角跟右下角的話 是這個 反傷害皮的怪物 那如果你基本上帶全屬 呃全部都是反傷技能的這個 戰術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不用 不用去特別的在意 這一隻 左上角跟右下角的最好的角色 好 那當然好 下面有一顆愛心 我們待會就可以把他指教 呃 接下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呃 呃 我就走水瓶的 因為我想把那顆愛心解決掉的話 我要先把這個怪物解決 呃 右邊這隻怪獸解決掉 然後再來就是利用我的雅典娜 然後去吃掉下面那顆 準備成老神金星的愛心 所以我就不一次把兩隻怪給解決掉 那 確保我的血量可以拉高 然後進到下一個關卡 好 如果 呃 所以比較麻煩的是我被這個 呃 傳送袋給弄到 那 沒關係我先吃左邊這一顆愛心 喔 運氣很好 小怪沒有被打死 那我這邊剛好就可以 吃掉金星滿血的機關 好 那前面的部分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呃 最主要就是小怪的擊殺 擊殺順序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後 呃 這邊的話 王跟盾之間是可以卡點的 不過 我的 露西法的位置 看起來好像並沒有辦法做卡點的動作 所以我選擇先把 先把左上角的這一隻長官給解決掉 那 右上跟左下的話 他是 反傷害壁 主要是 反傷害壁的 呃 主要是傷害壁的這個怪物 所以就 可以放在比較後面去做擊殺的動作 哇 哇 這個 哇 這個 我這邊選擇先把 因為 弱點他沒有在右邊那個 雅典娜可以卡點的 呃 卡盾 呃 卡怪的位置 所以我選擇先把左上角的這一隻小怪給解決掉 好 那這邊的話就先把 應該可以把下面的這一隻小怪給解決掉 小怪不夠 小怪不夠 好 那這邊的話就先把 可以專心的對王做出出了 那 這邊呢 我們可以 呃 慢慢的把 這個 進關之前慢慢的把 所有的彈珠往上移動 那這邊呢 我會來利用這個 雅典娜嘲試做 卡點 卡怪的動作 好 那這邊有稍微卡到一點點 那這邊右邊的這顆金星呢 我們就先稍微把它養著 喔 剛剛有這個 小小的卡點的動作 卡點的動作 感覺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開始 喔 這邊的話 我其實 想要卡 但是 這邊 感覺上是可以這樣子 直接把王給卡 卡到 卡 卡死的 但是因為我現在的血量 呃 稍微有點低 所以我可能要猶豫一下 嗯 沒關係我還是直接來做卡點的場所 好那這樣子的話 最好 就是我待會可以把這個 啊 我的位子 看得到金星吃不到 好 呃啊 沒吃到 這邊比較麻煩的是 待會我就要 趕快想辦法把這個 雅典娜的位置往上 然後現在呢 我們 其他的小怪都 其他的 其他的彈珠呢 就維持在畫面上彈珠 也待會呢 他就會有這個 白爆炸 那王的左上角的這個CT呢 左下角的這個CT是白爆炸 然後 呃 右上角的這個 應該是緩速吧 然後右下角的這個 呃 右上角的是 火焰蛋 然後 右下角的是 這個 隕石 所以要非常的注意 不要在 那個 不要在 呃 十一回合內還沒有把王殺死 好 好 那我現在要趕快把我的這個 雅典娜給移動上去 啊 啊 這邊還是讓雅典娜吃到了白爆炸的傷害 不過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快速的輸出 我們要在下一個白爆炸之前就把王殺快進去掉 那我們待會呢 呃 一樣要把王 呃 把彈珠控制在上半部的位置 好 好 現在王在四回合之後就要點 呃 就要那個 再下一次的白爆炸 好 所以你們這邊呢 呃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也不要把這個SS給生大 這個感覺有點危險 好這邊我必須要開了SS來做這個輸出了 不然 呃 因為王準備就要放影子跟白爆炸了 有一點危險 下一回合王就要白爆炸了 那 這個沒辦法 我只能開掉 不然我覺得我應該會有一點危險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要趕快把這個彈珠往上移 咳 因為待會呢 王沒有白爆炸 但是他會對下方有這個 那個 擴散彈的豬豬 啊 好 那我們這邊做這個水平偏上一點點的位置 然後總之做豬豬 那這邊呢 只要避開這個王的這個 蛋型的空間 就可以 呃 就可以 就可以避免掉這個大量的傷害 那我這邊呢 嘗試把這個 彈珠塞到王跟上面這個 長壁這個空間 看能不能做出大量的傷害 好 那這個 速度因為都被減慢 所以會比較的 麻煩 這樣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他會有大量的傷害 好 那 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趕快做出出了 好 那這邊呢 我就選擇先把這個 輕軌給繼續掉 好 沒有問題 那這邊呢 這邊呢 他剛好弱點在右邊 那我這邊好 呃 做 這個 最弱點做針對性的豬豬 好 這邊呢 我的傷害顯然有一點不足欸 哇 四百萬 直接卡掉四百萬的傷害 好 那 這邊呢 我們要先來 把這個彈珠移動到 左半邊 因為待會呢 他會進行這個白爆炸 好 剛剛 一個四百萬 解救了我 不然我應該會有點危險啊 啊 這個位置不太好 那現在呢 我要趕快把這個 至少把雅典拿去 啊 完了 完了 這位置不太好 啊 吃到兩個 吃到兩個傷害 好 沒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趕快做傷害輸出 不要再辦什麼要做 所以基本上呢 我覺得 呃 這樣子的關卡可能還是需要帶 呃 有殺手角色 因為剛剛醒來的 很明顯的是我這個傷害輸出 有一點不太成熟 好那接下來的傷害我應該是承受得住 所以我就 呃 待會就利用雅典拿去吃艾斯 驚醒就可以了 好 呃 還有五回合 這邊要非常注意的就是 呃 下一次的白爆炸 喔喔喔喔喔喔喔 下一次的白爆炸跟那個 右上角 欸這邊 感覺又可以 有機會可以逃 啊 速度不夠 好那我這邊就直接趕快把這個 王給打 打定關 因為剩兩回合他就要白爆炸了 要非常注意王的白爆炸時間 跟緊實的CD 那是 呃我覺得最 危險的 啊 完了 啊 這個 速度被一個 哇 好險 他下一回合隕石下來的話 是全體八萬的傷害 所以 剛剛如果 我沒有把他殺死的話 就 有點 有點危險 好那現在我們 接下來就要趕快把這個 傷害全部我看一下喔 八回合 我們要在八回合內 一二 我們要在八回合內 趕快把這個王給解決掉 好 好接下來是 喔這個位置 其實非常的好 那我就直接做一個 呃 水瓶然後直接做弱點 做弱點的亂攻 那因為他有加速的效率 所以還是可以打出 呃 一些些 一定的傷害量 好那接下來呢 我趕快把這個 我的雅典娜給移上去 啊這比較麻煩了 好 那這邊呢 也一樣來做這個 利用這個SS來做傷害的 貫通 哦 超級痛啊 好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就要來 呃 這個位置就非常的 呃 需要去注意的 呃 現在開這個 暗天使的這個SS呢 最好的 呃 最好的情況就是 下面的雅典娜 也可以跟著上來 所以就是利用 呃 水瓶 尖 一點點的這個角度 來看看有沒有辦法 讓雅典娜也上到 呃 這個台階上去 結果我剛剛好像有一點 是開到水瓶偏下了 呃 呃 那我這邊 要趕快 好 接下來是最重要的 啊 啊完了 我 手機花掉 手輸出了一次 手輸出了一次 好 完了他現在要白爆炸了 好現在應該還撐得住 那我們現在就 趕快利用水瓶偏左 然後看看 呃 有沒有辦法卡進王 呃就是 把這個彈珠 塞到王跟上面的牆壁控制中間 做大量的支出 好那這邊呢 不貪 呃我看一下喔 呃 好 現在下一回合 王沒有任何的傷害 然後呢 他的隕石還有 三回合才可以下來 呃 隕石還有四回合 然後所以我 呃 這邊的話可以做這個 直接做傷害的支出 然後下一回合讓我的雅典娜去吃愛心 然後下一回合讓我的雅典娜去吃愛心 這邊比較危險 三回合 好最後兩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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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是一個 蠻好的組合 那 現在越來越多關卡 是需要這樣的組合去做通關的 是一個蠻好用的角色就對了 那他唯一的缺點呢 他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速度基本上只有兩百多左右 那但是他的攻擊力呢 加總之後呢 總共有四萬 在彈珠鍵裡面是數一數二的高 另外呢 他的SS是一個蠻特別的 是他是 碰到一個敵人之後呢 就會對周圍的敵人進行爆炸的傷害 他跟光刀比較不一樣的是呢 光刀是在碰到的瞬間 製造大量的白爆炸傷害 這個彈珠的SS呢 他是碰到一次爆炸一次 碰到一次爆炸一次 所以他如果在一個縫隙中間 進行這樣子的SS撞擊的時候 其實可以造成非常大量非常可觀的傷害 最後再跟大家建議 這個關卡呢 他一定要帶傷害幣 那再來就是我剛剛的組合呢 其實顯然的他的輸出量 是有一點稍嫌不足的 所以最好是要至少帶一個 水屬性殺手或者是 機械殺手的角色 那這樣子在通關的時候呢 你只要去 閃掉他的白爆炸傷害 以及向下擴散彈的傷害呢 就可以順利的通關 然後記得 每一個關卡呢 在王的右下角都是 他的這個韻石的CD 必定要在這個回合內 解決掉這個王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通關囉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我的Facebook 就可以接收CD手的資訊喔 那我們 下次見